我這個發明叫做 我這個系統的全名叫做 我們就希望可以由中學生去帶動 去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年一度的聯校科學展覽 可以說是不少中學生第一個實踐科學理想的地方 中學時期已經延愛天文學家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 是第一屆的參加者 我前一年我做過英皇書院的天文學會主席 後繼那班也很有興趣 雖然英皇就拿了幾個望遠鏡去 那些望遠鏡的特色就是 裡面那塊大的反射鏡這麼大 就是我們自己用手磨的 其中一支就是我的 因為那時其實是一個科普時代 大眾市民沒什麼認識 就給我鏡子去看看 嘩 怎麼對面這樣也看到 這樣就很過癮 林超英回想46年前 只是由兩個學生拋出一個搞科展的概念 給市民認識科學 由找贊助 租場地 搞宣傳 都是由學生一手包辦 籌備的過程沒什麼難度一班有心的中學生 除了這一樣 這個展覽會的負責人要晚上出一些所謂的保安 去留守在大會堂 在一個展覽廳裡面看著一些東西 去哪裡找個人去過夜呢 每個人都不肯 因為有些展品就是人類胚胎 從小到大 他們看到都害怕 有些人 沒有人肯 我什麼都不怕 所以由我去做 當時一個學生搞的活動 三天就吸引到兩萬人刺入場 成績令人滿意 時至今日 林超英口中所說要堅持的地方 仍然得以傳承 就是由學生主導籌辦 我的難度在於聯絡方面 因為跟一些工作人物接觸時 他們很多時工作方式跟我們學生是不同的 我們學生可能就比較覺得隨心一點 但工作人物他本身做事是一個嚴謹的格式 我們就要跟一個比較商業化的方法 跟他們做一個溝通 跟我們平時學生做的事是很不同的 隨著時代變遷 每年的聯校科展都有所不同 今年籌委會就在宣傳上下了功夫 今年我們就比較注重於 用多些不同的渠道去promote 譬如我們今年就已經跟地政署談好了 就會在一些街邊 譬如馬路上面的一些欄杆 就會掛一些Banner在這裡 今屆的聯校科學展覽 主題是靈感始於自然 創意科學無邊 鼓勵學生將一些大自然的元素 融入到他們的科學展品裡面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胡可問報道 選擇 記者們 緣